四五大糖勺就可以了 这样一道酸酸甜甜又开胃的冷盘 今年夏天你不想试试看吗 再来说回我们的主题 前面两位冷菜师傅 已经分享了他们的小心思 那么再来看看热菜师傅 又会有什么应对方法呢 先来透露一下 这道菜它不开火 就我今天吃下了 今天来的南瓜品级挺好的 但是大嫂有点不一样 林永静从行二十多年擅长粤菜 现任上海虹桥园一希尔顿酒店 中餐厅的主厨 在大酒店里做中餐厨师长 可一点都不轻松 我主要不求一个出品 还有收购一个原材料的脊柳 还有一个菜单的成本 预算等等 要知道正宗的粤菜馆 都会有烧辣炒菜 切配蒸汤 点心的五大主馆 作为主厨 每天一早都要给他们开会 管理好每一个部门 每个月都有食材的推广 还有每个季度 都会有季度食林一个推广 所以说我经常都要给他们去培训 还有给我们的餐厅的服务员一起培训 主厨培训前厅服务员 在他们这儿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粤菜都是比较讲究的 除了提前预定之外 如果是限点的话 难免会碰到食客提出问题 而此时就需要前厅服务员去讲解 这一位前厅的完美配合 后厨才能毫无顾虑地制作出美味佳肴 炎热的夏天 往往使客人们觉得烤鸭烤鸡 这类食物难以下咽 那么如何去除烤鸭烤鸡的油腻感 林师傅也有他的小妙招 我先教他做一个鲜果沙拉 烤鸭烤鸡 这个菜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去 因为它有水果沙拉搬在一起去的 把刚才切好的火龙果放一些 然后再放点哈密瓜 西瓜 柠檬再积点水 柠檬水 盐味的沙拉 一勺半差不多 如果你觉得沙拉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点 够了就不用加了 要完全把那个水果全部包住 用沙拉 将包心菜剪成大小均匀的圆形 放入盘内 每片菜叶上装上沙拉就可以了 而另一边我们开始片鸡皮 像这样烤好的鸡 我们平时可以去熟食店或者餐厅买好回家制作 也可以用烤鸭替代哦 看出来呢 它皮底下有点挤翻了 就这样 美味可口的鲜果沙拉片皮鸡就做好了 用水果和包心菜自带的清爽感 弱化烤鸡的油腻感 这个夏天也可以大口吃肉